接牌 改名 理由既然是因为 园区命名涉及威权象征 看处转会要改名 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 都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处转会不是打蔡英文总统的脸吗 那打他两个耳光吗 处转会跟 是不是就是蔡英文来是错的呢 天下最无聊的单位 就是处转会早就该猜测 真的是像跳梁小丑一样 政府之间都不协调一下吗 蔡英文等等应该为处转会 昨天这个动作道歉才对 金国先生都是台湾民众 非常感念的一位总统 国际趋势风雨飘渺的时候 他守住台湾 也稳住台湾重要的舵手 我想这些其实大家都感念在心 这档盛会也出现 蒋家难得敌述同场画面 金国先生敌掌孙蒋永松代表上台自辞 述出的掌孙蒋万安 不但与台下兰英大咖热肉寒暄 更与可能的对手黄珊珊同台 也为年后即将展开的 北市长选举暖身 以蒋家后代身份正式起跑 综合报道 都橙地炸熟 橙地炭 顺炭 战